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了几乎大半辈子 据说在蒋介石临死前 张学良很有可能会被释放 可惜老蒋临死前评价张学良四个字 上蒋经国听了去 为此出现了蒋经国不死张学良永远不放的局面 说起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恩怨 其实最为关键的是那次西安事变 在此之前 蒋介石一直强调让外必先安内 因为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了兵舰 将蒋介石一下子逼住了死角 更是有生命危险 为此 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从此开启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后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当时许多人劝张学良不要去南京 否则不安全 张学良没有听取包括周总理的劝诫 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 结果一下飞机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从此便失去自由长达几十年 蒋介石是一个牙字必报的人 本来想处决张学良的 后来在宋美龄的衣 在保护之下 才没有碰下杀手 但是蒋介石后来还是找了理由 将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软禁 一个狠心杀害 当时蒋介石将张学良软禁的时候 很多人都为张学良求情 但是蒋介石都无动于衷 就连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 共同向蒋介石要求 上张学良带兵自由的权利 没想到蒋介石想都没想一口回绝 在1946年的时候 蒋介石在知道共产党对于 张学良的释放问题讨论的时候 认为中共方面对于张学良的事情 已经认真对待了 就想方设法将张学良押送到台湾 张学良在被软禁期间 无数次向蒋介石上书 蒋介石都不理会他的说辞 蒋介石在职期间 一直将张学良囚禁 就算是在临终的时候 蒋经国针对张学良的问题 曾问过蒋介石 蒋介石听完直接说了四个字 莫要放虎 就这样张学良又被囚禁了15年 种种迹象表明 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受到羞辱 这件事心里有很大的介意 侧面说明蒋介石是一个 牙字必报的人 为什么蒋介石如此对待张学良呢 原因是一怕一恨 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害怕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虽然张学良当时年龄很大了 但是蒋介石心里认为张学良的苦味还存在 蒋介石亲身经历了张学良的桀骜不逊 就不敢给张学良人身自由 时间依旧就越害怕张学良会出来对付自己 同样害怕张学良有了人身自由之后 对于自己转进他这件事对于国民党 已经失去信心到共产党这边来 如果张学良到了中共 就会变得如普天意 到时候就不是蒋介石能够控制得了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蒋介石恨他 因为张学良的缘故 让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前夕颜面全无 蒋介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牙子必报的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 不过当时张学良也就仅仅让蒋介石委屈了13天而已 蒋介石却囚禁了张学良的后半生 对于蒋介石的胸襟 作为后世的我们不经唏嘘